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苦力的杨成林在录这首歌时,被迫做了许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,当时这首歌的曲风就是一个字,甜,而导演要求杨成林整体表现出甜美,无辜,装可爱的样子,更是要求杨成林的声音变成家子音,而杨成林在十几岁就打工还债,承担了很多的家务负担,早就没有了这么天真无辜的样子,但是为了吃口饭,他不得不按制作方的要求,开始强迫自己装可爱,无辜, 但谁也没有想到,杨成林这么嫌弃的一首歌却大火,让更多人认识了杨成林,也奠定了杨成林可爱教主的地位,可当时的杨成林,不喜欢自己的风格一直是可爱的,他急于改变自己的风格,不想一直成为儿童歌的代表 终于两年后,他遇到了改变他的男人,杨成林遇到了吴清风,吴清风为他打造了一首《带我走》,正是让大家认识到了更多面的杨成林 成熟的嗓音让大家意识到,原来杨成林不仅会唱可爱的歌,也可以驾驭成熟的伤感情歌 如今,《从带我走到现在》,杨成林已经是圈内很有资历的前辈了,也摘掉了可爱教主的标签 事业家庭双丰收,和李荣浩结婚后,他的事业也越来越顺利,在综艺节目里更是疯狂输出,两个人的感情也羡煞旁人 最近,他参加的综艺《我们的歌》也正在播出,他的状态看起来非常的好,现场还是那么稳